传言万岁 我是影子 我是小程 一名传言 来电力间 能量转换 反应堆坏了 赶紧去吸入 OK OK 队友已修好 又可以欢乐的玩耍了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先去修氧气吧 氧气已修好 我再侦查一下 那个人有问题 绝对是他 我要拍桌子 可恶 他就把氧气搞坏了 速度修理 搞定 现身吧 内鬼 我觉得青色有点问题 我先说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看监控的时候 青色一直在监控那个地方待着 但是监控一直没有亮 这种情况出现了两次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去反应堆的时候 他假装去做那个最恶心那个任务 但是他在这待了也就两秒就走了 所以是假装做任务 怀疑青色 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当反应堆坏的时候 我们立即想要修理 当我经过监控室时 发现监控摄像头是亮着的 直到我们修理完毕 也没有熄灭 这说明有人一直在监控室 却没来修反应堆 我心生疑惑 便去查看 这是小青独自一人 此时摄像头却熄灭了 然后就没再亮 在监控旁边却不看监控 这就更加奇怪了 为了验证我的推测 我决定跟进调查 再次发现他去做启动反应堆任务 却只短暂停留 就离开了 再次去了监控室 此时监控虽然短暂开启 但很快就熄灭了 此时小青在监控旁边 小红在动脑袋转换的任务 监控灯一直没亮 直到小红回头 灯才亮起 这说明看监控的小红 而不是小青 也就是说小青再次假装看监控 一 不准反应堆 二 假装看监控 三 假装做任务 这么多的破绽 你怎么解释 射出反常 必有要 灵小香 你就是内鬼